第二十题,一袋子里面有四个圆球 球上分别标记1234 每个球被取到的机会相等 如果从袋中认取两次一次一球 而且取后放回 则取出两球的号码是34或是43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基本上会有两种做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画一个树状图 第一次取出来的球有可能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第一次取一号 第二次呢 因为它取后放回 所以第二次又重来了 也是有四种情况 第一次二号 第二次呢 也是1234 四种 第一次三号 第二次呢 1234 四种 第一次四号 第二次呢 也是1234 四种 所以呢 一共有几种情况呢 一共有 四四十六 十六种情况 那题目要我们求的情况 占十六种里面的几种呢 他说呢 两球号码是34或是43 也就是说第一次是3 第二次取出来是4 这是一种 或者是第一次四号 第二次是三号 两种 一共是16种里面的两种 所以几率 取出34或43的几率 全部16种 他题目讲说 取出34或43 符合这种情况的呢 有两种 十六分之二 所以呢 几率是 八分之一 答案选C 这是第一种做法 还有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什么呢 他说呢 取出两球的号码是34或43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是 第一次取出3号 第二次取出4号 第一次取出3号 几率 1234里面取到3号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第二次取到4号 几率也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等于 十六分之一 第一种情况是 取出34 十六分之一 第二种情况 取出43 第一次4号 第二次3号 第一次4号 几率四分之一 第二次3号 几率也是四分之一 等于十六分之一 他说呢 这两种情况呢 都算 所以呢 几率是十六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 等于十六分之二 也就是八分之一 所以呢 答案就选C这个选项 两种方法都可以